ok 好 来 我们去看复习公式 来 我们讲说Limit 当h 向于0 sin ax 除 ax 等于1 好 等一下 OK 来 我来看 这个tangent的话 我先把它写成 sin 除于cos sin 3x 除 x 平方 好 那我用内存内分母外乘外分子的话 我就会得到 sin 2x 乘sin 3x 除于 x 平方 cos 2x 好 那这边你的cos x的话 你可以把它像老师这样子写 不然它会弄到你同学很乱 你把它这样子把它分去后面 给它自己一项 好 因为cos 这边 它是不需要 你的这个x 平方来赔它 它自己一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前面的 我有sin 2x 跟sin 3x 你看 那么sin 2x 一句公式 啊 这边有个x 平方 OK 那x 平方的话 它其实当初就是x乘x来的 没有错吧 好 那这边如果有个2x的话 分母要怎样 分母要多乘个2 可是分母乘2 分子要乘2 你看 那再来 如果是 这边是3x的话 分母要有一个3x 你看 那分母乘3 分子要乘3 你看 所以这个2跟3 可以把它丢去外面 啊 OK 所以3 2 6 x 逾向于0 那里面你可以写乘 sin 2x除2x乘 sin 3x除3x 再次乘3 cos 2x 分子1 好 那么下一步的话 你可以把 limit分配进来 好 sin 2x除2x 乘3 limit 对不用彩虹层哦 因为没有加减 sin 3x除3x 再乘3 limit x逾向于0 cos 2x分子1 好 所以一句公式这个是1 这个是1 那这边cos的话你可以把0带进来 cos0是什么 cos0是 cos0 可以按基算机咯 cos0是1 所以当然是6 OK 好 OK 我们看一下习题 这是25.7a的第四题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做法也是一样的 想着如果是今天 我的x前面我这么写 把这个2分之5 我这么写 2分之x OK 分5这个2可能同学看来很乱 我就把它丢去外面 所以丢去外面的话 外面就会有一个2分之1 然后一个x 那我的问题是 如果这边是2分5的话 那么分5要多一个 分5就要多一个 2分5 可是分5乘2分5 分之也要乘一个 2分5 好 那再把分之2分5 丢去外面 2分1乘2分5 这样里面就剩下 sine2分5x除2分5x 依然是公式的样子 好 所以前面是4分5 这个是1 所以答案是4分5 OK OK来我们做一个位置 是一样的 然后想法是 所以这边公式我还用到 Limit x居上于0 x除 sine2分5 bx除 sine2分5 sine2分5 好 所以分子有x平方 分5有sine2分5 所以我把它写成 分子写成 x乘x分5 写成 sine2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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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x居上于0 x除 sine2分 sine2分 那这边 里面有bx 那我上面要乘个b 分5要乘个b 分5的b可以移出去 这边也是一样 好 所以我就是有两个b分子 相乘 所以里面分子是bx 分5就生 sine2分 sine2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bx除 sinebx OK啊 所以这边是b平方分子1 这是1 这是1 所以答案是b平方分子1 OK啊 OK啊 OK好 Dangent呢 我们练习了 就是sine2分5 sine2分5 sine2分5 模式是一样的 OK 所以Dangent呢 我把它写成 sine2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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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同学就这么写 这边 这边的话cosx把它分出来 比较没有这么乱啊 那这边4是多余的 所以把4丢出外面 所以这个是4 里面x就相于0 x除3把x 乘3 里面x就相于0 cosx 那这边是8个x 所以上下同乘8 再把分母的8抽出去 好 所以是4除8 里面x就相于0 8x除3 8x 乘 这边cos可以带入0 所以是cos0 cos0是1嘛 所以这是月前是2分1 这边是1 这也是1 所以答案是2分之1 模式是一样的 这边底下的题目开始会出现导数 所以这边是导数之间的关系 所以要懂 sine sine跟cos是导数的关系 cos跟sec是导数的关系 还有tension跟cotension 因为接下来会出现 所以只是做一个复习啦 所以cos0是什么导数 来来看 cos0是sine的导数 对不对 所以其实cos0可以写成什么 cos0可以写成sine分之1 这样子 然后把这整个写成导数 像这样子 然后里面的2分之x造型 那所以这个4x把它拌上去分子 不可以抽出来 拌上去分子 这个4其实是没有用到的 不需要用到的 所以把10 递去外面 ok里面是x5sine2分之x ok来公式 这边有2分x 那2分x如果同学看不惯的话 就把它写成 是2分x可以写成sine2分之1x ok这样够明显了吧 所以这边有个2分1 分子要乘2分1 可是分子不可以 无有无不乘2分1 分子乘2分1 分母要乘2分1 对不对 所以把分母的2分1搬出去 所以你会有4除2分之1 乘3Limit x就相于0 2分1x 除sine2分之1x 所以公式 ax除sineax 当x就相于0的时候是1 所以4除2分之1就是8 然后再乘3 这个是1 所以当然是8 ok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几梯倒数的就好 1梯2梯3梯 就好了 ok看到三个理梯 这边sq平方的倒数 sq平方可以写成 忘记了就开回去看 seq其实是cos的倒数 对不对 好 现在整体里面没有sine的 那既然它没有sine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把0带进去 为什么 因为分母不会0 这边如果你把整个分子写好了 它是x平方乎cos平方 对不对 那把0带进去的时候 分母不会0 对不对 分母其实是什么 这个分母是 1来的 所以0除1是 0 ok 好 这边这个题目比较特别 是因为从头到尾 其实它没有sine在里面 ok 我们看 最后第二个例子 cos cos cos是什么的倒数 cos是sine的倒数 那么seq是cos的倒数 ok 那么这个x不是彩虹成 这x乘去给sine的分子就够了 不是彩虹成 因为这边没有加紧 所以不需要考虑彩虹成 我们把x乘上去 sine2x的分子 好 那老师之前讲说 这一项是cos cos这一项可以 单独分开 它不需要任何的x 它不需要任何的x配着它 乘 2x除 sine2x 乘 这边可以把0带进来 因为分母不为0 好 因为cos cos0是什么 cos0是1i的 ok 所以答案是 2分1乘 这一句公式 这个是1 所以乘1再乘1 所以答案是 2分1 ok 那再结束最后一句 part2就结束了 所以再来 我们看看cort tangent cort tangent是 tangent的倒数 对呀 或者有些比较快的同学 你可以把cort tangent写成 cos除 sine 为什么呢 那我们讲说 因为tangent是 sine除以cos 对不对 所以cort tangent 既然是 tangent的倒数的话 所以cort tangent就是 cos除 sine OK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做 比较快一点 所以 在这边的话 x 跟sine x 把它排在一起 cosx放在旁边 关系还是乘 好 所以 把limit 分配进来 limit h 向于 0 cosx OK 所以前面这一箱 就是 1来的 对呀 因为这是x x是我们最初的公式 那后面 0可以直接带进去 cos里面 因为cos0是 1 所以1乘1 是1 OK 那老师的part2就结束到这边 4 4 5